据吉姆新闻,网友反映,近日,陕西宝基凤县宝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安全事故。 据此前报道,宝丰热力公司工作人员称,近日,该公司确实发生了一起安全事故。 正在善后,天眼查信息显示,宝丰热力公司成立于2007年,是一家以从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为主的企业。 空谷股东为宝基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,另一股东,是凤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。 7月25日上午,凤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,7月17日确实有宝丰热力公司一起事故中的人员被送到该医院抢救。 凤县官方一位知情人士同,他从宝丰热力公司得知,近日在该公司有7人因一起事故不幸遇难。 凤县病遗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,有5名事故遇难者遗体拿到凤县病遗馆。 目前,馆内还有3人的后事没办法,并有2名遇难者的遗体,被送到宝基市区的避仪馆。 他说,听说是设备检测室,有人一氧化碳重途,发生意外。 记者致电奉献住建局办公室,宝基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,未获得关于此事的有效回复。 宝基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,该事故已提及到省级部门调查,陕西省应急管理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称。 近日,该部门接到了关于上述事故的报告,已派照查组到事发地,及涉事公司继续调查此事。 目前,当地官方暂未披露事故详细情况。